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肤品呢也会需要做一些小小的change对不对 我冬季和夏季用的护肤品其实一般来说会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能会保留一两样产品 比如说是洗面乳啊或者是有时候化妆水会保持是一样的 但是一般用的essence或者是精华素和日霜啊 或者是晚上涂的一些moisturizer都会改变 那这个夏天呢我说去试一试一个全新的品牌 我其实以前用过一样它的产品 我觉得它不错是一个sleeping mask 我个人非常喜欢 那这一次呢说去试一下它们的美白系列 那就是Tony Moly的floria系列 Tony Moly我觉得可以算是跟韩国misha牌差不多的这种感觉 它并没有laneige或者是amore pacific的牌子那么样贵 但是又会比skin food和etude house稍微贵一点 然后会是medium price range吧应该算 但是如果你不住在韩国的话 这些产品呢比较难找 所以需要去网上订 那对我个人来说呢 这还ok啦 如果你能找到比较可靠的一些网页啊 去网上订我几乎我所有的亚洲产品都是在网上订的 but anyways that's another video 这一个呢给大家先看一下 是它的floria系列 当然floria就是代表着花或者是树木 或者是一些天然的植物 那这两样就是美白净化素呢 和这一个美白乳液呢都含有高量的水果和不同的天然成分 那首先这一个floria的美白净化素叫做whitening capsule essence 大家可以仔细看一眼包装是这个样子的哦 里面有50毫升的产品 我其实觉得整个夏天用完以后可能还会有多有点剩下的 那当然它有一个非常方便的pump 是这样的 那里面呢这些小珍珠一样的东西呢 你几说时候它会是爆炸 然后就变成了有一点珠光亮亮的粉末一样 当然涂在脸上并没有像闪闪那种感觉 但是其实我觉得它蛮好用的 已经用了两个星期 可能两周吧 almost two weeks 所以这会是我夏天的new skin care 那当然想着已经订了它的美白净化素呢 也跟着去试一下它的美白乳液吧 但是因为美白净化素 我订之前在网上查到了它的成分 它的ingredients list 看起来觉得它不错 所以就没有太担心这个美白乳液 结果到时候以后才发现 美白乳液里面含有矿物油 我个人对矿物油是非常非常敏感 就算里面有一点点矿物油 特别是护肤品或者是粉底 或者是粉底液需要整脸膜的东西 里面含有矿物油 我的皮肤就会长痘痘啊 或者是过敏啊 反正有很可怕的那一种现状出现 那开始呢本来说已经买到手了 都跟这个配在一起嘛 所以说试着用一用 但是48小时以内马上就开始长红点点 然后继续用啊 说you know maybe I'll get over it 可能用几天就没有问题了 用几天以后只会越来越差 就是皮肤变成非常非常可怕 就很红然后长了很多 也不算是兜兜像过敏的一样 一点一点红红的红点 所以最后呢一周以后呢 我就没有用了 所以现在只在用这个 Floria的美白精华素 但是如果你对矿物油并不过敏 或者是不会长痘的的话呢 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这个美白乳液 质地还不错 然后也很香香的味道 所以这两个呢是Tony Moly的产品 那当然因为这个美白乳液不适合我呢 我也就需要去找一个新的moisturizer 那我这一次选的呢就是 我非常喜欢的这个韩国品牌 叫做Skin 79 那这个呢是它的美白 美白日霜吧 可以说是White Reviving Skin Radiance Cream 听起来很fancy的一个名字 其实这一个它就算写的是cream的 用cream这一个字呢 它的质地是非常非常爽 有点像 像什么 有点像Clinique的moisturizer 就有点像霜状的 并不是很稠的那种cream 可以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里面呢是白白的 然后也有一点微微的香味 是这样的产品 那这个夏天呢我就会用 Tony Moly的美白精华素啦 然后加上这一个Skin 79的 White Reviving Skin Radiance Cream 我觉得这两个配在一起 可能会有不错的效果 So this is Skin 79 那接下来因为都说起了Skin 79嘛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崭新的BB霜 如果你经常看我的video 或者是看我介绍一些亚洲产品 你会发现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Skin 79 BB霜 因为我觉得它们的BB霜真的做的 有会把皮肤变好的效果 然后它里面的成分真正的是非常可靠 所以我个人还是很喜欢Skin 79 那当时我做了一个review 是关于它的VIP 过我的BB霜 然后其中有人就推荐 我用它的新 嗯 Orange 这个橘色的这个 BB霜 那这个呢是 有防晒 SBF50 PA 三个加 然后有美白和抗皱纹的效果 当然抗皱纹对我来说 现在还不是非常重要 嗯但是美白呢和防晒是非常重要的 那里面呢包装是这个样子 挺可爱的我觉得 也很有夏天的那种感觉哦 嗯 当然还没有打开 还没有试用 但是看网上大家介绍来说呢 这一个BB霜 这一款橙色的 嗯 它的色调比较像那种beige 像肤色那种感觉 我知道很多人如果喜欢用Skin 79的VIP 皮膏你会发现它的颜色有一点灰灰的 并不是很自然 嗯 有时候需要会加一点蜜粉啊 或者是其他东西把它调色 来变成比较自然的肤色 但是我看到网上别人的介绍呢 这一个BB霜这一款哦 其实很接近肤色 如果你是皮肤比较浅的压抑 我觉得你可能会很match 这一个BB霜 当然我个人会用一下以后呢 再跟大家share一个更强细的review so Skin 79 嗯 介绍了 嗯 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Misha吧 因为我 从Misha 订了一个是叫 BB Boomer BB Boomer呢 是一个 茶BB Cream之前的 湿底乳吧 可以说 嗯 这个会帮助你的BB Cream 显得更有光泽感 因为有些BB Cream 反 反而是很 嗯 有点粉粉的 就很mat的那种感觉 并没有光泽 突然之后呢 就算皮肤看起来很完美 但是有一点像 僵尸的感觉 嗯 因为可能说太白 或者是太雾面了 就 嗯 没有就是 很健康皮肤的那一种光泽感吧 所以这一个呢 Misha的BB Boomer 嗯 就是要帮助你的BB Cream 更持久 然后更吃妆 然后就是 嗯 可以有一点 润色呀 和提亮的那一种感觉 这里面有40毫升 我买的是比较大的 这个 嗯 这个包装 好像还有一个是20毫升 是小一点的 价钱还OK 不是非常贵 可能8块钱或者10块钱吧 我觉得还挺值得的 嗯 当然还没有开始用 所以用了以后 我会再跟大家继续介绍 最后一样东西呢 也是BB Cream 因为夏天 总是觉得可以 用BB Cream比较方便 因为它又有防晒 它又有美白 很多时候 然后又可以 润色呀 可以遮瑕呀 就一样东西就全部 嗯 可以cover 对不对 不用用很多不同的产品 那这一个呢 是我非常非常期待的一个产品 是Etude House的Precious Mineral Bright Fit BB Cream 很久很久以前 我曾经做过一个review 是关于Etude House的Precious Mineral BB Cream 但是从那个以后呢 Etude House把这一款BB Cream 做了很多改变 它曾经又变成了叫什么 嗯 Precious Mineral 嗯 叫什么东东 All Day Strong 然后现在呢 又变成了Bright Fit 所以它改过很多次名字 但是我不知道里面的 嗯 真正的product 有多少变化 Anyways 这一次呢 我选的是 Light Beige No.02 是比较适合我的颜色 也是它这一款里面 最浅的颜色 嗯 我今天脸上用的 就是这一个 Etude House的BB Cream 所以打开来给大家看 有趣的包装 非常非常可爱 就给你觉得 嗯 化妆是一个很happy 很 嗯 很exciting的一个步骤吧 就不会觉得 化妆是很麻烦 就每天起来以后呢 很想就马上把这个涂在脸上 然后这样自己觉得 嗯 就心情很好 然后它里面也含有 就是珠光粉末 所以让你脸色呢 就变成有 嗯 有珠光那种 提亮的感觉 我觉得它挺漂亮的 所以就这一款 Etude House的 Precious Mineral Bright Fit BB Cream 那所有的产品呢 也就介绍的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想 嗯 对某一个产品 要更多的information 想了解更详细一点呢 嗯 可以在下面给我留一个comment Talk to me 嗯 你想看什么样的review 我完全可以就是用了以后 跟大家分享更详细的details 那嗯 如果有时间的话 欢迎大家游览我的 部落客 嗯 www.pbunnyp.com 我也有Facebook 也有Twitter 所以有很多方式呢 可以给我联系 我把所有link都会放在底下的information bar 那希望大家过得很开心 这个周末 然后多多出去玩哦 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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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